时间过得好快,不知不觉,又要和爸爸妈妈说再见了。 有这么一个漂泊的女儿,这一辈子,不知道还要经历多少,分分合合。 80后的独生女,在上海人的心中,也许一辈子都是孩子。 因为很多人都会感觉,父母在,你就轻松了。 就连我妈也说,外婆似乎还是把她当孩子,想要为她做些什么。 第一次,父母一起飘洋过海来看我,来看我这个孩子,和孩子的孩子。 可这次来,我发现了,被宠爱之余,他们也变成了我的孩子。 来到一个陌生的世界,我这个做母亲的孩子,会担心他们找不到路,需要回答他们的各种问题。 出门需要看着他们,别走丢了,帮他们算账,帮他们和别人沟通。 妈妈在,我可以不用烧饭了,好轻松。 出门还有人给我买吃的,帮我买好看的衣服和项链。 爸爸在,我可以不用管四宝了,手推车归他管。 出门购物,他帮我拎包。 幸福是真的,但是幸福不是没有抱怨。 抱怨和感恩并不矛盾。 任何亲密关系,不可能只有幸福,而是接受了彼此的不同,学会了处理彼此的矛盾。 能长久的关系,光会处理彼此的矛盾也不够。 处理矛盾的能力,不会让我们幸福。 真正让我们感到幸福的,是在处理矛盾的过程中,我们看清了自己,也更加了解了对方,然后一起成长了。 我是幸福的混血四宝妈,谢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。 我们下次再见。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4 2 3 4 5 6 7 8